我撞破老婆出轨儿子老师后 我选择一个人养大儿子 我白天送外卖 晚上卖煎饼果子 终于把儿子 攻成了享誉国际的小提琴演奏家 可我万万没想到 儿子回国后 第一件事就是杀我 萧老师说 当年她跟妈妈是想带我走的 萧老师那么优秀 如果我当初能跟她一起生活的话 还至于辛苦了这么多年吗 都是你害的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我回到了给儿子面试老师的那一天 看着老婆和儿子眼里的蜥蜴 我笑着点头应下 萧老师是不错 那就她吧 爸爸 爸爸 老公 老公快醒醒 来面试的老师到了 我在老婆儿子一连串的呼喊中醒来 我睡眼惺忪地看着身边一脸期待的 一大一小母子俩 浑身却止不住地发抖 心里突然泛起了阵阵寒意 太真实了 刚才梦里的每一幕 都像是亲身经历一般 让我既熟悉又恐惧 越想越不寒而栗 老公 你在想什么呢 柳如烟一脸忧愁 凑得我更近了些 伸着手欲来搀扶我 我侧过身 面对她的担忧 下意识地避开了 想着刚才的梦 现在看着她 又不由自主带上了几分敌意 在梦里 柳如烟出轨了前来应聘的小提琴老师 不仅把儿子哄骗地跟我离了心 还跟我提了离婚 我一个人抚养儿子 含辛茹苦地把他带大 兢兢业业 每天打三份工 从不懈怠 有了积蓄后 果断送儿子出国进修小提琴 儿子一向喜欢小提琴 既刻苦又愿意下功夫 再加上这些年的出国深造 21岁就成了享有盛誉的国际小提琴家 获得国际金奖后的第一时间 他就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还说他想我了 想回来看看我 正当我以为多年辛苦 终于有了回报 我们即将父子团聚的时候 迎接我的却是死亡 儿子到家后的第一件事 不是跟我嘘寒问暖 而是面色很利的一把打晕了我 又用尼龙绳将我反绑在了床上 企图将我活活闷死 生死一线之际 我挣扎着醒过来 拼命反抗 大声呼救着 企图换回儿子残存的一丝良知 小周 我是爸爸 是含辛茹苦把你带大的爸爸 爸爸 哈哈哈哈谁料他质肉网闻 笑得嘲讽 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刻骨恨意 我呸 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爸爸 萧老师才应该是我的爸爸 都是你 都怪你 都是你的错 当年我明明都选择了跟妈妈走 要不是因为你 是你强嫁给我的 萧老师说 当年她的妈妈是想带我一起生活的 萧老师那么优秀 如果我当初能跟她一起走 至于辛苦了这么多年嘛 都是你害的 你该死 儿子的话里话外 无疑不是在责怪我这个爸爸 当年非要抚养他 带他走 可是我都是为了他 柳如烟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更何况当初的他还怀了孕 谁知道儿子跟着他们又会过怎样的日子 我惊恐地瞪大了眼 震惊地看清我这个一手抚养长大的儿子 像是第一次认识他 小周 你听爸爸说 我抿了抿干色的唇 张了张口 想要解释什么 下一秒 还未说出口的话 却戛然而止 他手下的力道越发重了 面色也越发很辣 我不想听 我听了你的话过这么多年 没一点帮助不说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除了吃苦就是吃苦 我已经受够了 没有了你 我就可以和妈妈 还有萧老师在一起了 他们一定会接纳我 顾兴舟脸上的神色越发癫狂 还透着几分急不可耐 他一边叫嚣着 一边得意地笑出了声 他越发吓起了死手 直到我在他的手下 一点点 一点点 慢慢停止了挣扎 直到 彻底没了呼吸 我捂着胸口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里就泛起细细密密 钻心地疼 难以抑制 直到儿子的呼唤声 再次响起 爸爸 你在想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 醒来的老师吧 我低下头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将视线停留在了沙发边 上还布满九岁的儿子身上 不出意外地 看到了他脸上的期盼与喜悦 他是喜欢小提琴的 一直都是 对于今天 即将来应聘的小提琴老师 也是期待良久的 以至于 爸爸 怎么了 看着他小小的身板 对我杨起脸笑得又乖又甜 我有些恍惚 那是从前长大后的儿子 从不曾对我露出的笑言 我这才确定 我真的重生了 重生到了 萧树玉第一次上门 到我家 应聘小提琴老师的那天 二 我低下头 时隔多年 再次牵起了儿子 那双小小的肉乎乎的手 对上他渴求的明亮眼眸 还是没忍住心软 走 咱们一起去看看 起身时 我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 一旁的老婆柳如烟 果不其然地 见到了他的脸上 极快地闪过了一抹 兴奋和得意 我还是没忍住 暗暗叹了口气 要是重生的时间线 再往前点就好了 最好直接回到 遇见柳如烟前 一步到位 也就可以省去了 以后的很多事 可是已至此 除了接受 我别无他法 我牵起了儿子的手 身旁站着柳如烟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 刚走到了别墅门口 不出意外地 和肖书玉打了个照面 肖书玉身着一身灰色运动装 迈着沉稳而又不失轻快的步伐 朝我和儿子走来 他越走越近 我甚至能看清 他运动装上那精致的风险 以及衣服上若有四无的纹理 他看到了我们 愣了一下 眉眼微弯 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 我时刻关注着柳如烟的一举一动 果不其然地发现了 上辈子没注意到的细节 肖书玉才一露面 老婆的脸上就立马浮现了喜悦 他的手不断举起又落下 还伴随着颤抖 那是他紧张惯常有的表现 可想而知 见到肖书玉 他是有多激动 他那还未合拢的嘴 一张一合着 反复的也是他名字的口型 我的心末地拔凉 原来上辈子这么早 他就有了出轨的预兆 原来他们从一开始 就是认识的 可让我更没想到的是 身边本还牵着手的儿子 突然一把将我的手甩开 蹦蹦跳跳地就往肖书玉面前跑 跑到他面前后 停下了 乖巧地跟肖书玉鞠躬 很有礼貌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肖老师好 我是小周 那声音软弱可爱 我却如遭雷击 三 不应该啊 明明上辈子 第一次见面时 儿子远没有现在的热情 甚至刚开始还多次嫌弃 肖书玉身上的鼓笼水味道太重 多次提起将他辞退 这次怎么不一样啊 老师来了 快请进正当我疑惑时 柳如颜先我一步 招呼着肖书玉进门 小心点 这边有台阶 他一边招呼着 领着肖书玉走到沙发上 一边提醒着他住一脚下 这细致入微的样子 倒是平常从不多见 爸爸 这就是我以后的小提琴老师 儿子也像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直愣愣地就朝着柳如颜和肖书玉跑去 看着倒是比对我这个爸爸 还多了几分热情 这个嘛 还是得看你爸爸的意思呢 柳如颜一边说着 一边给儿子识眼色诗意 儿子立马上道地跑过来 抱着我的大腿 痴蝉撒娇 爸爸 我好喜欢这个大哥哥 想选他当我的小提琴老师 可以吗 柳如颜也开枪帮衬道 是啊 尹峰 儿子难得有主动要求什么的时候 你就答应他吧 对上老婆和儿子眼里的蜥蜴和渴求 我侧目看了眼一旁的肖书玉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是独立 不争也不强 像是遵与世无争的佛像 他抬起头 略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含笑冲我点了点头 像是笃定 像是稳操胜算 更像是 隐晦地再朝我挑衅 像是在说 看啊 你的老婆 儿子 可都喜欢我 都向着我呢 我笑着点了点头 爽快接受了挑衅 肖老师是不错 那这他把想不通的事 干脆就不想了 毕竟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不如将人放在身边 问中捉鳖 安心等待着他露出马脚的一天 这辈子 绝对不能再让他将儿子捅我离心 四 爸爸妈妈 你们快来听听 我新学的这首曲子怎么样 早上十点 儿子就兴冲冲地跑进了主卧 没有敲门 就静止闯了进来 一把拉住了柳如烟的手 我们快走 肖老师早就来了 人家都等好久了 我躺在床的另一边 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 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好在 今天是周日 不用上班 我长舒一口气 刚准备躺下睡个回笼觉 但脑海里反复出现的 却是他们母子俩 刚刚同样迫不及待的背影 我揉了揉眉心 只觉得异常怪异 怎么回事 明明上一世 儿子没有这么快 就和肖淑玉熟落起来 怎么这一世 反倒是关系极好的样子 怀揣着疑惑 我连拖鞋都没来得及穿 赤着脚 一路小心翼翼 走到了老儿子的房间门口 未发出任何声音 透着门飞 是阵阵小提琴声响起 随后 伴随着响起的是 儿子和老婆的连连夸赞 肖老师好厉害 不愧是我的老师 是啊是啊 肖老师真厉害 妈妈 你太敷衍了 你这样说 就算是夸赞 也很难让大哥哥开心的 儿子不满的声音传来 我都能想象得到 他此刻脸上一本正经的小表情 或许还配上手舞足蹈的手势 好好好 是妈妈错了 但妈妈是真心的 肖老师真的很厉害 一直都很厉害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低 看向肖书玉的目光也温柔至极 这才对嘛 儿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向二人的目光 还带着点赞许 妈妈 我记得你也会拉小提琴 肖老师也会 我这里刚好有两把琴 你和肖老师试试 我还从来没听过你拉琴呢 儿子蜥蜴的目光转向肖书玉 办事要求 办事撒娇道 肖老师 你和妈妈一起试试呗 试试吗 小周想听 就当满足一下小周的愿望吗 小提琴房墨地静下 我努力踮起脚尖 却始终无法从门顶上的 半扇玻璃窗 窥见分毫 只听见细细碎碎的 衣物摩擦声后 紧跟着响起了 一连串清脆悦耳的 小提琴音 我和上演 静静地分辨 是告白之夜 爱情之曲 是一期独特的旋律 和深情的演奏 传达了深情的告白 和对爱情的渴望的 爱情之曲 我静静地从头听到尾 为之一言 直到一曲终了 房间里响起了 儿子的掌声 萧老师好厉害 妈妈也好厉害 你们的情声好默契啊 一点也不像是 第一次合奏 儿子吹捧的话 又在耳边回荡 我思绪一转 不由地想起了 上辈子离婚前夕 在柳如烟手机里 看到过的一段视频 画质很糊 像是很久以前的老古董 画面还不时伴随着抖动 只能依稀辨认出 是一男一女 一个穿着西装 一个穿着晚礼服 在礼堂内 上演着一出小提琴合奏 男生的目光 会时不时落在女生身上 女生也会偶尔抬头 对男生回忆微笑 两个人看起来男才女貌 天生一对 还有一种微妙的 谁也无法插足的氛围感 而他们当时演奏的曲子 就是告白之夜 那时候 我们还没有离婚 意外看到这段视频 还是因为柳如烟手机坏了 工作又忙 只能拜托我 去帮他送到维修店修理 买台新手机不就好了 我们家里又不差这点钱 哎呀 你不懂 这台手机 对我很重要 当时我还不懂 只以为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后来修完手机后 没忍住好奇 也打开看过这部手机 却只发现了这段视频 这是什么 我怎么还不知道了 你竟然还会拉小提琴 我拿着手机 指着视频 找他对质 却只得到了敷衍的草草了事 哎呀 这都是成年往事了 你都能翻出来 中学同学而已 他从前总是轻描淡写的 将事情一笔带过 于是直到今日 我才发现 原来是这么一个 不一样的中学同学而已 呜 我估算这时间 差不多到了饭点 刚准备悄然离去 准备午饭 却没想到恰好听到了 儿子意犹未尽 挽留萧淑玉的话 萧老师 今天就别走了好不好吗 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爸爸做饭超级好吃 这 是不是不太合适 顾先生会不会不太高兴 萧淑玉犹豫了一下 似是准备拒绝 萧老师 没什么好不好的 你就留下吧 反正我爸爸每天都要做饭的 他很喜欢做饭的 肯定不会不高兴的 柳如烟也连忙搭枪 小周说的对 你就留下吧 我老公 喜欢做饭 厨艺还不赖 还想来好客 肯定不会不高兴 这 那好吧 把萧淑玉印下了 而我在门外听着这母子俩的一唱一鹤 替我揽客 将我当作他们几个的厨师 全程却没问过半句 我是否愿意 险些奇笑 我敲了敲门 里面顿时安静 我静止退门而入 吓得还同坐一张沙发的 萧淑玉和柳如烟二人 柳如烟立马松开了 跟萧淑玉十只紧扣的手 一脸紧张地站了起来 尹丰 我 柳如烟张了张口 眼睛向下瞥着 迟迟不敢看我 我勾了勾嘴角 正要将嘲讽开到满级 好好出一出这些年来受过的气 却猛地受到了一股阻力 我低下头一看 原来是儿子正小脸憋得通红的 努力推搓着将我往门外打 爸爸 你讨厌 哎呀 你打扰到我练小提琴了 你还是先去做饭吧 快出去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手上猛地用力 那力道大的半点不像一个 才刚满九岁的小男孩 在他的使劲下 我还真的踉跄地往外退了几步 摔倒在地 手掌磨破了皮 小周 我历声喝道 皱眉朝儿子看去 准备好好教育一下 儿子这个年纪该懂的礼貌 恰好看到儿子龙拉着头 肩膀还不时抽抽几下 像是被我突然地发怒吓到了 又像是哭了 正当我又要软了心肠 搂着儿子准备好好安抚他一番 却在抬起他的脸 欲要替他视力时发现 他的脸上干爽极了 嘴角还挂着若有若无的一丝笑意 爸爸疼吗 他一边问着一边往我怀里扑 好像是什么真心实意 担心父亲的孝顺儿子一样 却在靠近我的那一刻 一脚精准地踩到了我的小腿肚 他故作惊讶 捂着嘴 说不出来话 半嗓 才颤抖着声 慢悠悠地来了一句 爸爸 你没事吧 疼不疼呀 说着 他的脚还重重地在我的小腿肚又踩了下 踩一开 哎呀 不好意思 爸爸 我刚刚没看到 我看着他 看得分明 他眼里满得都要溢出来的恶意 像极了重生前 我死前看见的那双布满血丝 充满恨意的眼睛 这下一切的不合理都有了解释 我总算确定了 原来 儿子也重生了 六 我顿时忍不住内心的怒火 一把拎起伤害幼小的儿子 仰起手就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 我下了十足的力 只为了前世那个枉死的自己发泄一道 你妈妈平时就是这么把你惯坏的 惯得你这么没礼貌 她黑油油的眼珠子狠狠地盯着我 然后眼珠子咕噜一转 胡言乱语张口就来 妈妈 快来啊 妈妈救我 爸爸要把我打死了 萧老师 萧老师 救救我 这小嘴能巴巴的 听得我又连忙在她的屁股上狠狠加了几巴掌 还真别说 这出了气 就是爽 柳如烟和萧淑玉应声而来 两人一脸交集并肩而来的样子 倒像是他们才是顾兴舟的亲生父母似的 顾颖峰 助手 小舟可是你亲生儿子 柳如烟愤怒地看着我 一把将顾兴舟从我手上夺走 护在她和萧淑玉中间 好一阵安抚 小舟不怕不怕 是爸爸坏 爸爸欺负小舟 妈妈一会就教训爸爸 顾兴舟一躲进柳如烟怀里 立马变脸 抽噎着 落下泪来 小身板依靠在柳如烟的怀里 颤抖个不停 爸爸坏 爸爸凶小舟 还打小舟 不要爸爸 好好好 不要爸爸柳如烟一边安抚着顾兴舟 还不忘朝我吼道 顾颖峰 你看看你是怎么做爸爸的 你都把小舟了给吓坏了 带个孩子也带不好 你真是个废物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突然发现 有些人 本就是从根子里就烂掉的 救不了 也没有救的必要 比如顾兴舟 再比如柳如烟 我强忍着 才没有直接一巴掌 护到柳如烟脸上 不怒返校 我带孩子 柳如烟 你是不是忘记了 在我们家 你才是负责带孩子的那个废物 你又不需要上班赚钱 就每天在家带带孩子 多轻松啊 连一个孩子都带不好 真不知道你一个女人 还有什么用 况且 要不是靠我上班 你们母子俩吃什么 啃老吗 还是每天喝西北风 还请小提请老师呢 直接去大街上要饭吧你们 顾兴峰 你别太过分 柳如烟的脸 一下子涨得通红 也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羞的 怎么 我说的不对 还是说 这些你觉得不够 还需要我说的再详细一点 我挑了挑眉 期待着看着柳如烟的脸 又黑又红 却半赏说不出反驳的话 也对 她本来就没什么可说的 毕竟她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从前啃我 后来啃萧书玉 靠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混了那么多年 顾先生 请不要人身攻击 雪 柳小姐 她毕竟是你的老婆 你不该这样说她的 正当我给自己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以为胜利告终时 萧书玉居然站了出来 她像一头乳秀未干的狮子 脆弱地颤抖着 却依旧坚定不一地站在了柳如烟和顾星舟的身前 挡住了我 气 我看着萧书玉这扶自以为正义的样子 强忍着 才没有笑晕过去 还真是什么年代了 多有人喜欢假正义 还真是奇葩 可当我扫向顾星舟和柳如烟母子俩时 却发现他俩望向萧书玉的崇拜目光的时候 心突然一阵隔音 看来还真有人吃这一款 果然 有受众就有市场 你刚才想喊她什么 学什么 莫非是学妹 我捂了五嘴 洋装惊讶 哎呀 萧老师你来之前 我可没有说过你们俩认识的呀 老婆 你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早说你们俩认识啊 我肯定好好招待一下 你看看 这又让人家当小提琴老师的 又是和你一起带孩子 还要给孩子表演才艺 这不是 庸人了吗 我的视线一扫 落在了柳如烟身上 唇齿张合间 将他们暧昧拉斯的小提琴合奏 变成了庸人哄小孩的才艺环节 已雨定下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看到 萧淑玉低垂着头 一言不发 她只悄悄看了柳如烟一眼 眼波流转间 就使柳如烟晕头转向 再次冲关一怒为蓝眼 顾影风 你他妈的 有完没完 她仰起手 几步上前 就要往我的脸上打 就是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这么欺负自己老婆 要打你来跟我打 萧淑玉上赶着 要在她面前逞威风 可还没等她靠近 我就一脚狠狠地 朝她的下体踹去 她猝不及防 一下子跌倒在地 捂住档步 连滚带爬 哀嚎不止 柳如烟 也被眼前的情景 一时惊住了 惊吓得退后了几步 看着我的眼神 像是看着什么恶鬼 一时间 场面出奇的寂静 除了萧淑玉的倒地哀嚎 再无半点声音 啊 杀人了 直到顾星舟的尖叫声 柳如烟才回过神 连忙跟着顾星舟一起 合力将人搀扶起来 强行被扶起来的萧淑玉 站都站不稳了 只能靠一在柳如烟 和顾星舟这个小孩身上 才能勉强和我对视 就这 他还不忘放狠话叫嚣 就你这样的男人 怎么配得上柳小姐 这种完美的女人 话音刚落 柳如烟胆子也大了起来 顾颖疯 你这个疯子 我要和你离婚 爸 我喜出望外 没想到打消书彧一顿 竟然还有意外的收获 连忙点头应下 好啊 离就离 三天后 我会把离婚协议发给你 柳如烟恨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走 今天我带你们出去吃饭去 吃米其流 他故意说得很大声 像是特意说给我听的 语莫格外还加重了语气 我笑语盈盈地目送他们离去 随后反手关上了大门 顺便将家里的密码换了个遍 从大门 到保险柜 到银行卡 坚决不让这个贱人多花我一分钱 毕竟这些年 没有工作的柳如烟 家里蹲 带带娃 其他的全靠我的亲属卡 和银行卡付卡 停了这些 看他还怎么活 顺便我还找人介绍请了个私家侦探 专门跟派柳如烟 忙完这些 我美滋滋地吃了顿法餐 开车去海边多了个风 睡了得饱叫 养精蓄锐 准备等着三天后 再好好大杀一场 离了这糟心的母子俩 一个字 爽 可惜美好的日子总是格外的短暂 三日之约如期而至 一大早 柳如烟就在外面砸起了门 我连忙一通电话打到了物业保卫处 门外几声嚎叫过后 柳如烟很快就被带走了 一觉睡醒 手机上是九十九家的未接来电 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名字 柳如烟 我视若无睹 直到吃完了午饭 才慢悠悠地给柳如烟打了回去 人呢 还要我等你吗 顾隐风 你凭什么把密码改了 还停了我的银行卡 今天早上还喊保安把我赶出去 刚接起电话 那边就是柳如烟的大喊大叫 我连忙捂住耳朵 才是自己不至于年纪轻轻就耳鸣 柳如烟 有病就去看病 尤其是这疯病 一大早就扰名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况且 你怎么好意思问凭什么 这套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改我房子密码 还用得着和你商量 你以为你是谁 你还知道 是我停了你的银行卡 我还以为卡用久了 你就忘记了 用不是你的卡 不是你的钱了呢 有病我轻飘飘地几句话 可想而知 必然是给柳如烟造成了重大创击 不然也不至于几句话下去 那边并无半点回音 王八蛋 你给我等着过了半晌 那边才想起了柳如烟 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愤愤不平的声音 我欣然应下 我期待着 她还有什么后招 就 小周 你想跟谁一起生活呀 妈妈 还是爸爸 跟妈妈一起生活 我摇了摇没睡醒的脑袋 睡眼惺忪地看着这母子俩 一进了屋 就可以上演这母子子孝的一幕 和上一世如出一辙的对话 一字不差 我不可思议地盯着柳如烟打量了半晌 也没看出来 她到底脑袋里长了几个泡 才能次次想出这种脑残问题来 许是以为我在生气 柳如烟 只得意满地一把抱起了沙发上的儿子 炫耀地觉得老高 向我瞥来洋洋得意的一眼 真是妈妈的乖儿子 她一边乐呵呵地夸儿子 一边不忘冷嘲热讽的阴阳怪气我 你看看 顾颖峰 就连孩子都知道该跟谁亲 不像有的人 一天天地 就知道拿儿子跟老婆出气 我鼓了鼓掌 说得真好 不愧是吃喝拉撒 全靠一张嘴 在家既带娃又出轨的女人柳如烟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又转着弯把话题往回绕 照我说 顾颖峰 你就让了吧 儿子想跟的人是我 咱们做父母的又不好违背孩子的意愿 抢柳的瓜不甜 小孩都懂得道理 你说你还强求 这又是何必呢 就是就是 妈妈说得对 儿子乖巧地依偎在柳如烟的怀里 头靠着头 脸贴着脸 已是他们的亲密无间 那样子 倒是和上一世毫无差别 柳如烟说什么 她都说好 活像她的寄生虫 全然没有半点自己的意见 只会一味地顺从 我揉了揉眉心 看着这和上一世完全一样糟心的一幕幕 这才确定了下来 看来 这就是柳如烟的后招 拿孩子的抚养权要挟 企图从我这换取好处 许是见我迟迟不达 柳如烟眼珠子咕噜一转 不安好心地替我出起主意来 或者 我给你想个办法 你要是实在想要小周的抚养权 也不是不行 这房子归我 孩子就归你 怎么样 我翻了个白眼 我舅舅猜到 他没变什么好辟 这么天才的主意 也真亏他有脸提 还真是大胆 还真是和上一世如出一辙 明明是过错方 却还妄想要扒拉一部分财产 甚至不惜用儿子做筹码 威逼着我妥协 可偏偏上一世的我 还就同意了 毕竟那是我的宝贝子 况且在亲手杀死我之前 他一直都表现得很乖 很懂事 从来不会违背我的任何意思 可为什么呢 最后却偏偏跟我离了心 妈妈 我不要跟爸爸 我要跟你 还没等到我回答 儿子反而先急了 他一边搂着柳如烟的脖子 使劲撒娇痴缠 一边不忘愤恨地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 很眼熟 眼熟到让我头皮发麻 心越来越凉 那不像是 现在才刚满九岁的儿子 该有的眼神 反倒更像是上一世 那个二十一岁 对我满怀怨恨 将我一枕头闷死的那个儿子 才会有的恶意 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毕竟被自己儿子亲手杀死 说不痛 是假的 可是继续任由他们母子俩摆布 更是不可能 我沉下心 垂眸不打 任由他们母子俩继续表演 十 柳如烟听着儿子的话 若有所思 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他只是将儿子 放在我们俩中间做好 安抚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道一声小舟 乖 然后看向我 面带笑意 语含笃定 怎么样 考虑好了没 你要是答应了 儿子的抚养权 我就让给你 不跟你争了 他总是这样笃定 无论是上一世 还是这辈子 他总是这副胜券 在我的样子 就好像他料定了儿子 一定会选择他 而我又一定会选择儿子 我和儿子 是棋子 也是棋子 谁都无法逃脱他的棋盘 妈妈 我不要 我只想跟着你和萧老师 儿子急吼吼地 大声宣布了自己的选择 快速走到了柳如烟身边 路过我时 狠狠推了我一把 要不是我早就注意到了 他的眼神 有了提防 估计早就直接撞到了桌角 一遭又一遭 我突然凉了心 冷了情 我突然发现 有些人 本就是从根子里就烂掉的 他们本就是天生坏种 不计恩 只计仇 根本不值得同情 我站起身 冷冷地最后看了一眼儿子 然后掏出了 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不用了 儿子给你 我会每月给你们抚养费 打到那张付卡里 签字把柳如烟 没有接过离婚协议书 而是一把拽过儿子 将儿子往我面前推了推 然后半是惊讶 半是疑惑开口 顾颖峰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可是你的儿子 你亲生的 你就这样不要了 怎么可能 你以前不是最心疼宝贝他 最舍得给他花钱了 我要的不多 就一栋房子而已 对你而言 两年就又能赚到了 没必要这么小气吧 我被柳如烟把儿子当做交易 还跟我讨价还价的样子气笑了 我低下头 看到了顾星舟脸上 一闪而过的慌张 妈妈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要我了吗 他颤抖着小手 微微用力地 抓住了柳如烟的一摆 摇了又摇 然后被柳如烟 不耐烦地一把扯开了 滚 别耽误我的正事 妈妈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柳如烟一把掰过身子 递到了我面前 要不这样吧 我也不多要 这房子卖了 钱分我一半 儿子我就让给你 怎么样 他贪婪地搓了搓手 垂涎地打量了整座房子 可我还是摇了摇头 我不要抚养权 每月给他五千块抚养费 没得商量 五千块 这么点 你打发乞丐呢 过瘾风 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 不满地嚷嚷 看吧 贪欲是人的本能 大部分大学生的生活费 也不过两千块 一个小学生 一个月五千块 当然绰绰有余 只不过是这些年 柳如烟习惯 把我当成了冤大头 吃大了胃口 才总妄想 从我这里获得更多 甚至 还把他的初恋小竹马 堂而皇之地 带进我的家门 给他安排工作 还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旧情复燃 我不慌不忙地 拿出了备用的 离婚协议书 将里面清晰至极的 一张张证据 直接甩到了他的面前 或者 我们用这份 我直接起诉你 婚内出轨 让你的父母亲戚 和你的小竹马 都收到法院传票 和你的出轨证明 怎么样 柳如烟颤颤抖着手 一页一页地 快速翻阅着 他越翻 脸色越白 我唇角上扬的弧度 就越大 那一答证据 都是这几天 柳如烟 和萧淑玉开房的证明 说到这 就不得不夸一夸 私家侦探的专业 这能力杠杠的 虽然 在某些照片里 他们还带着顾星舟 可这只能说明 柳如烟更加的可恶 任由也男人 缩拾自己的儿子 当妈的出轨 也男人 还不忘带着儿子一起 只会是 越想越劲爆的 新闻话题 毕竟 他们到底做没做什么 谁又知道呢 大家都只看证据 而那些 各式各样的拥抱 接吻的照片 恰好能证明 他们不亲不楚的关系 婚内出轨 可是可以 近身出户的 我凉凉补充道 然后在柳如烟的怒势中 无嘴笑的嘲讽 哎呀 我差点忘了 这些年 你都没怎么工作吧 近不近身出户 好像 都没插那柳如烟脸上的 恼羞成怒 和恨意交织 可她到底 没有多说什么 一脸煞白的 灰溜溜走了 她逃得飞快 不管不顾后面跟着的 顾兴舟 顾兴舟小腿迈得飞快 才艰难地跟上她 妈妈 妈妈 等等我 没用的小畜生 还不快点跑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用 远远地飘来了 骂骂咧咧声 随着一大一小的身影 渐行渐远 渐渐消失不见 看着母子俩远去的背影 我叹了口气 如是重负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十一 离婚不到一个月 柳如烟和顾兴舟 就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 大抵是虚荣心作祟 又或者是害怕 我将她婚内出轨的事 曝光出去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在海城见过她 听说她带着一家子 回了老家 对了 她和萧淑玉结婚了 因为她怀孕了 为此 她还迫不及待地 派顾兴舟 来给我送过结婚情帖 再次见到顾兴舟 她长高了不少 却也瘦了 脸上再不见一点婴儿肥 衣服也空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裸露出来的胳膊上 满是伤疤 看着我 她先是愣了愣 局促地站在客厅里 手足无措 然后猛地跪下 抱着我的腿 嚎啕大哭 爸爸 我好想你 我想回来 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不想要妈妈了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抹眼泪 她说 她跟着柳如烟过得很糟 每天都要洗碗做饭 柳如烟对她还非打击嘛 她说 萧淑玉一点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和善 每次柳如烟打她 都有萧淑玉的叫唆 她说 我给她的那笔生活费 她从来都没有收到过 萧淑玉整日待在家里 柳如烟怀了孕后 也不去上班了 一家三口就全靠那每月五千块钱度日 爸爸 妈妈让我来要钱 可我不想要钱 爸爸 我想跟着你一起生活 你能不能 能不能留下我 她眼里闪着泪花 带着蜥蜴问我 尹丰 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什么好东西 有客人啊 伴随着戛然而止的话的 是拿着钥匙进来的温倩倩 她是我公司的合伙人 和我住得又很近 最近总会来找我一起谈论方案 顺便还会捎带些好吃的 我来我接过东西 将人领到了沙发上坐下 忙忙碌碌间 忽略了一旁的顾心周 直到一声惊呼响起 小心 温倩倩猛地将我扑倒在地 随即响起的是一声闷哼 和滴答滴答的水滴声 我直起身子 才看清 那不是水 是血 是温倩倩肩膀上流下来的血 顾心周手上还握着一把水果刀 癫狂地笑个不停 我和温倩倩合力才按住了她 连忙报了警 等警察上门将她带走 跟着医病去了警局做笔录 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有些不理解地看着她 明明我都成全了她 满足了她从上一世 就一直心心念念 想要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美好愿望 她沉默两久 突然说 我妈妈怀孕了 你知道吗 她的神色突然变得癫狂 你早就知道的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 我要是跟了他们在一起会这样 所以你从前才会强硬地要求 我的抚养权对不对 那这次你为什么不要了 是因为她吗 我杀了她 啊 顾心周一边尖叫着 一边疯癫地挣扎着 就要朝着温倩倩扑过去 好在 一旁的警察拦住了她 将她牢牢靠住了 我没有搭话 把温倩倩送去了医院 安顿下温倩倩后 我来的警局 一连串口供问询下来 已是深夜 爸爸临走前 顾心周突然喊住了我 你是不是 都知道了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我却听懂了她的意思 是 我都知道 我点了点头 承认了 因为知道顾心周的残忍 知道她的任人不清 知道她的恶 可是 她偏偏是我的儿子 况且 她还小 所以 我给过她机会的 是她自己没把握住 重来一次 还是走错了路 爸爸 对不起 她沉默两久 小声嘀咕道 我转身离开了 转过身的瞬间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泪如雨下 这句迟来了的对不起 等了两辈子 我到底 还是等到了 全文完